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评头论足简单开合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款模型 应该是万代在2017年扎户的最欢的一款机体 就是卡版的ZZ 本来以为这个星期的星期一或者是星期二就能收到 这样拼装的话还来得及 没想到即便是发的顺风 也到今天才收到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 再加上还有运动会 还有诗一的串修 这个星期六的视频肯定是来不及更新了 再怎么快也肯定是来不及了 趁着让我有点始料未及 但是不管怎么说 肯定还是尽快拼 反正我感觉这周肯定是够呛了 但如果实在是拼不完的话 挑一个时段星期六或者是星期天的话 可能会做一下直播 到时候就关注一下微博 或者是B站或者是斗鱼 还是废话少说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这款卡版ZZ 板件部分的表现怎么样 也算是苦中作乐了 那么好的 按照惯例 我们一句是来看一下这款机体的峰会 其实相信对于大家而言 这张图片已经非常熟悉了 因为在很久很久很久之前 图片就已经放出来了 依旧是招牌的卡版的白底机体图片 来作为峰会 我们来看一看盒子里面 虽然说这款机体搭载了变形机能 同时尺寸也不算小 不过板件的部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这是我们这款ZZ的说明书部分 我们来看一看 但拼装流程说实话感觉还是不短的 你看前面就这么一点的机体的相关介绍 然后后面全部都是拼装流程 那么在最后边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这款ZZ的 变形过程 应该是从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 这 这 到 这 可以看到出来我们这款卡版ZZ在变形流程方面 对于高达而言肯定是比较复杂的 绝非是一耙变形 像现在打玩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乐趣 但是结构方面是不是扎实 目前我还没有拼 所以还不清楚 好 我们接着来看板件部分 嗯 封颜色吧 那好 咱们还是按照惯例 从这个多色成型的A版开始看起 嗯 虽然说心里面感觉有点小不爽 但是开封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开心的 嗯 好 A版 A版里面看一下 主要是一些透明分件 然后一些蓝色的背甲部分 肩甲啦 然后包括辅助翼 更多看到的就是天线部分 包括胸部的出气口 衣领部分的分件 还有很多其他部分的出气口分件 呃 这边按照 嗯 组装来说的话 肯定会剩余这个重复的啊 比如说这个胸部啊 领部的 呃 在万代的这个产品里面 其实 呃 会剩余这个A版还是比较少见的 来看一看 驾驶员也是有两个啊 这边上面带了一个 这边上面带了一个 在这里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驾驶员呢 回头是要安置在核心战机里的 所以这个坐姿方面呢 自然是 呃 手啊 腿啊都是被截断的 回头会和这个驾驶舱融为一体啊 呃 感觉又是这种身残之间的 即时感啊 不过呢 对于街多 肯定还会提供完整站姿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倒不用太纠结 接着上半部分这些透明分件呢 主要都是驾驶舱啊 包括可以看到这两个呢 都是起楼架的透明分件 感觉到是和前年的年底压轴 VR高达的处理方式比较相似啊 起楼架的部分全都是透明的 呃 可以看到出来啊 虽然说蓝色部分 也是我们这款ZZ的一个主要配色啊 不过目前来看啊 这个板件部分所提供的 呃 细节其实并不算很多啊 在这个辅助翼部分 可以看到比较清晰的刻线 而这个大块肩甲部分呢 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构细节啊 倒是给出了不少的水纹 呃 其他部分应该会好很多啊 继续来看 还是看这个蓝色的吧 作为蓝色板件部分 还有这一块啊 就没有了 这个部分呢 可以看到这是二连装光束炮的分件 这个分件尺寸倒是比较大啊 大块的 另外 迅甲部分 嗯 表面的提供的细节 其实在拼完之前的神异也好啊 自由也好啊 包括正义 再拼万代官方的产品 你就感觉刻线一下子少很多啊 有点不自在 应该是有点不习惯了 然后这包里面还有一大板的PC件啊 PC件还是不少的 我们继续来看 说实话 板件部分 打开以后啊 真的感觉是比想象中是 呃 少了很多啊 一开始以为 这得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量啊 毕竟卡板嘛 还能变形 嗯 好 这个部分呢 就是内购了啊 这块就是后背的导弹舱 刚才我已经看到有红色分件了啊 回头肯定是把红色分件给插到上面 嗯 感觉很密集啊 是不是 而其他部分就是各处的内购了啊 这边可以看到炮管啊 包括手臂侧面的 呃 机翼部分 包括裙甲部分 现在来看其实结构方面 感觉并不是非常复杂 应该说分件分的内购部分 并不是很碎啊 这其实是一个好事 以防这一摆弄的时候 出现散架呀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 啊 这边也是内购啊 内购部分 目前来看都不琐碎啊 太阳这一次是把这个整体的稳定结构 呃 包括 变形的流畅度方面是作为 守卫的 嗓子有点疼 感觉是上火了 这两板我看看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啊 呃 这两板也是完全一样的 全都是地板啊 好 嗯 全都是大块的内购分件啊 可以看到这个尺寸还是很大的 那么踢完之后 即便是作为PS骨架 相信也不会出现那种特别软 或者是异断的情况啊 只是猜测 应该不会出现那种特别容易断的情况 毕竟尺寸都很大啊 如果是像FA78那样的一个内购 真的是让人感觉没法把玩 或者是白刀型 我的那个FA78的胳膊 已经让我给白断了 真的是有点恐怖啊 呃 好 内购部分感觉尺寸都很大啊 接着这一小块 既然在这个CC里面发现了一块 喷度的板件 银色的 之前看官图的时候 我以为这个板件是白色的配色啊 特别是胸口部分 通过这个拍照反光 我真的以为是白色的啊 没想到里面这个是银色的 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 这个G2版板件的部分呢 在这个反光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个金属的质感也很强啊 但是呢在表面的部分 其实质感方面和百事2.0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虽然说摸上去很平滑 但是呢表面可以看到是可以做了一点那种 颗颗粒粒的那种质感 所以呢这个漆面部分的质感 看起来和这种铝合金的质感是比较接近的啊 总之感觉还不错啊 这个金属色的我们也看完了 来看其他部分啊 其实板件真的是很少啊 白色外甲部分 主要就是腰部往下了 块依旧很大啊 都是大块的板件 看一看 这张板是不是 又是完全一样的对称结构啊 好纯白的颜色啊 表面所提供的颗线部分依旧很少啊 这个部分可以看到颗线 这个部分可以看到颗线 但是呢大腿的侧面 可以看到很多的镂空结构啊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款ZZ 在细节部分的表现 主要还是通过这些镂空结构来实现 细节分色的 比如说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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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通过镂空结构 来实现的 所以刻线这款产品上 看到的并不多啊 然后这袋里面还有 贴纸 礼箔贴纸部分 就这么点 眼部的是两块 这边是做的分割处理啊 所以说看不到那种黑色的眼眶 剩下就是武器部分了 看一看还有什么啊 黑包部分 是蓝色的粉件 万代的招牌啊 方位标志 是什么呢 就是 非常清晰的 水纹了 这两板 两个I也都一样啊 不过这么大块的板件 尺寸这么大 感觉表面所提供的细节 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啊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贯穿的刻线 然后也是辅助翼部分提供了一点刻线 而其余部分啊 基本上就 看不到刻线结构了啊 我们这款ZZ刻线确实是比较少啊 看来 深线的工作 嗯 可以省去很多了 红色的板件部分 还有一小板白的 这一小块白色板件呢 主要就是我们这款ZZ的头盔部分啊 可以看到 这是头盔的右侧 头盔的左侧 包括头盔的后方啊 这三个部分来拼合完成我们这款ZZ的头部 而面罩部分啊 这次并非是镂空的血铁龙 包括血铁龙的部分和面颊部分都是采取刻线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我们完整结构的捷多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一次所提供的捷多 应该是近两年做视频 MG里面所提供病人看上去细节最丰富 而且感觉最好看的一个了 这个部分还是非常满意的 好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款ZZ的超大光束军刀特效件 这个尺寸感觉和 PG差不多啊 尺寸很长 大概有20厘米左右了啊 好的 然后这边呢 就是我们这款ZZ外甲部分的红色分件了啊 包括喷口啦 脚面呢 还有侧面的机翼部分 这边啊 就是之前看到了导弹的分件啊 是一排一排的 幸好不是一粒一粒的啊 如果做成那样的话 那我真的是没话可说了 好的 还剩下最后一包啊 这包啊 全都是大尺寸的红色 机翼分件 就是安插在ZZ手臂侧面的 好的 来看一看啊 灰色部分 这边就不是对颤的了啊 也是裙甲 包括一些上半身胸部的内构 这边可以看到这款ZZ呢 里面提供的是这种拼装形式的造型手啊 四指连在一起 然后呢 应该是拇指可动吧 看一看啊 这个球形的应该是拇指可动 这边 嗯 二连装光束枪的那边的机舱部分 也是内构啊 尺寸都很大 机构方面应该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还剩下最后一块板件啊 这是F1 还是我们这款ZZ的红色分件部分 可以看到 机 嗯 机 机 喷口 嗯 还有脚部分件啊 这边还有这个导弹部分的分件 呃 其实这次看颜色啊 这个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那种纯红 或者是暗红 颜色发色有点偏向于一点 橙色啊 嗯 还是比较浅的 好 来看一看最后的部分就是我们这款 卡板ZZ的水贴了 只有这么一张 呃 运气不好啊 并没有附带那个所谓的出回特点镜面水贴 就像我们上一次看到的精神力扎鼓里面 提供的那种金属色的 不过呢 毕竟是卡板啊 所以说呢 在这个标志部分可以看到啊 提供的数量依旧还是不少啊 但是肯定是比不上精神力扎鼓 或者是独角兽的啊 就这么一块啊 作为这款ZZ而言 嗯 感觉还好吧 并不算是海量 嗯 同时呢 在标志部分也没有看到那种特别特殊的啊 基本上都是小标志 嗯 很小啊 有兴趣的话可以贴贴 嗯 那么好了 到此为止呢 我们这款ZZ在板件部分的所有零件就已经看完了 其实 真的是比想象中少很多啊 所以在这个拼装流程方面应该会 很简单 嗯 头一段时间我们开了不少国产的 模型的盒啊 看了很多板件 和J4万代相比起来那才叫海量啊 J4万代的可以看一下啊 嗯 就这么多 应该还算是比较简单啊 毕竟结构部分看来是 做了一定的优化啊 都是很大块的分件 嗯 那么好了 虽然说看的这个零件 并不是很多啊 但是之前也说了 嗯 明天后天 又是运动会啊 又是串修 基本上也是没有时间拼装了 所以这个星期啊 嗯 我个人感觉就是很难看得上这款ZZ了 大家在此呢 还是多关注一下微博啊 如果说真的有时间 在这两天的话 可能会开一次直播来拼这款卡版ZZ 嗯 也有可能这头拱地啊 哪天晚上我贪黑就拼完了 也说不定啊 都是没有准的事儿 目前全部都是未知数啊 嗯 在此啊 也是希望大家多理解和多支持吧 嗯 这个时段虽然说这个星期 嗯 可能没有机会更新啊 但是还有抽奖啊 就是在这个微博上啊 顶制里面 还有哈比麦克斯新出的那一款 少女前线的FAL的小姐姐手办的抽奖 嗯 个人感觉啊 那个手办还是很对很多绅士的胃口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来参与一下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一期评头论足简单开合啊 就简单看到这儿 大家如果感觉视频还可以的话呢 也别忘了订阅投币 那好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拜拜 我感谢观看 我感谢观看 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也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